酷代科10号超级电能充Fusion确实是把1加1做成了等于2 它不是一个折中的方案 而是一种新的电源结构尝试 在便携、兼容、性能三点之间 它几乎没有明显的短板 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酷代科这波新品节奏真的是快啊 一台接一台 今天的主角是酷代科最新发布的 10号电能充Fusion 一台充电器加充电宝二合一的新为二 9000毫安时 最高120瓦私有快充 还有屏幕显示 看点不算少 那它到底性能能不能打 发热压得住吗 协议是否真兼容 文波干不干净 我们这期就用实测 一项项把它拎清楚 喜欢咱们这种硬核特赛视频内容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点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有你们的支持 才有我一直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各位朋友们 咱们话不多说啊 先开始对它进行测试 我们先来开箱看看它的外观 充电宝装在一个环保袋子里面 还送了一根挂笋 配套一根编织的CC线 线材规格为6安 产品使用说明书 同时也是这个产品的保修卡 从环保袋里面拿出充电宝本体 非常熟悉的库代科的设计风格啊 撕掉表面的保护膜 这个产品可以说是10号系列产品里面的一个新成员 二合一的设计 带折列插角 插角也是新国标的 顶部10号膚显能标志 充电口设计在充电宝的底部 两个C口 一个输入输出 一个单输出 全部都有防滑纹理设计 蓝色的库代科元素点缀 背面的设计元素 跟10号15号的背壳设计元素是一样的 侧边是银灰色的壳体 正面库代科10号膚显的标志 功能按键设置在这个位置 点一下就可以亮屏 整个充电宝连线材连挂绳一起的重量 413g 去掉包装盒重量 363g 单充电宝重量 336g 单线材重量 26.7g 关于这根线材 大家去参考我的 酷代科10Ultra的视频 那个视频里面有这根线材的详细的测试 拆解视频里面也把这根线材拆开了 充电宝整体高度 117毫米 从正面凉 46毫米的厚度 从侧面凉 45毫米的厚度 这就是酷代科10号系列的产品 跟10号mini的对比 10号标准版的对比 跟10号plus的对比 请不吝点赞织 请不吝点赞织 ASHGEMO 干支 字幕 月 字幕 月 自己 不关键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10号Fusion的二合一充电宝 它的屏幕显示功能的情况 还有LED灯带进行点缀 屏幕点亮 库达克10号Fusion的标识 电量标识 C12口功率电压电流显示窗口 屏幕的方向选择是长按 可以选择上下左右 自己可以控制 点一下按键 就有Trival模式的选择开关 再点一下 还有几个细分的功能选择 第一个是屏幕常亮选择 第二个是融合快充的开关选择 华为SCP协议的开关选择 然后就是PBS协议的开关选择 最后一个是SEE口的单输出模式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设定 当我们接上220V电源 开启它的Trival模式 然后接上一个充电设备 它的充电图案就会发生变化 里面有一个氮化加适配器 加上电池 同时开启给设备充电 1加1的模式 也就是一组氮化加加一组电池 同时对外供电 电子产品的规格信息 就好比食品的配料表一样重要 大家也养成看规格信息的习惯 Kudaiq10号超级电能充Fusion 二合一充电器 产品型号BA652U SE输入是全球电压100-240V 输入规格是45W 输出规格最高是3.25A 65W Max或者是67W Max 这是SEE模式输出 如果是移动电源模式输出最高 有20V 4.5A的输出能力 双口输出45W加22W Trival模式的话 CE和C2口最大功率可以到120W 单口输出 双口输出是65加67 或者是67加67的模式 电池的能量32.2W 耳定容量是5150毫安 5V3A的情况放出来的 我们后面再验证 这边是认证信息 3C认证 寝物认向垃圾桶 循环底电池标识 寝物高级火源 海拔小于2000米使用 非热在地区使用 循环五连双路绝缘 室内使用 3C认证信息 咱们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0号Fusion 它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 这个是Type-C一口 双向输入口的快充协议 有融合快充的33W 华为FCP的最高18W功率 华为SCP协议25W功率 三星AFC的18W功率 PD3.0的60W 小米私有协议的60W PD3.0点进去固定档位5个 最高20伏3A PBS5支11伏3A 和5支20伏3A 两个PBS档位 DCP则是基础协议 当然这些协议的话 比如UFCS SCP协议 PD3.0里面的PBS协议 为了兼容性 可以自己选择关或者是开 功能菜单里面有这个设置的 这个是Type-C二口 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 内部所支持的协议 跟Type-C一口 是一模一样的 进入交流店 开启Triber模式 这个时候检测出来的协议 就是不一样的 PD3.0变成100W 小米也变成100W 点进去固定档位5个 最高25A 100W PBS 11V 5A的一个 25A一个 两个大功率的PBS协议 Type-C二口 简测出来也是一样的 手机快充 兼容性测试 我们先从你家的设备开始 这台手机是 红米的K70自尊版 90W Max 这个没有开启Triber模式 正式功率可以跑到 72W左右 我们接上220V的交流店 开启了Triber模式 这个时候就开启了 120W的金标 同时充电宝就会显示 电池和适配器 同时在给设备充电 这个时候最高的真实功率 可以跑到90多W SCP协议已经关闭 这一部手机为荣耀200 可以显示Max 60W的超级快充 真实功率可以跑到 53W左右 这个功率非常不错 进入交流店 开启它的适配器模式 Triber模式也开启 显示超级产充 急速充电 最高真实功率 爬升到74 5W 这就是PBS 100W的充电效果 如果是华为手机的话 请大家务必开启 SCP协议 不然的话 22.5W的公版协议 是没有的 这部手机为 蓝厂的iQOO NEO10 启动PBS快充 刚开始的时候 UFCS它是弹了一下的 后面直接挑到 PBS快充 真实功率可以跑到 412W 蓝厂的手机 既可以支持PBS 又可以支持融合快充 大家需要用哪种协议 可以在设置里面自己设置 蓝厂的100W PBS 在225适配器模式下面 开启穿本模式 同样的有80W 真实功率可以跑到 最高82W的样子 这部手机为 绿厂的设备 既可以支持PBS 又可以支持融合快充 显示超级闪充 功率可以跑到 26W的样子 这个应该是 启动的 融合快充的33W 绿厂的 一架手机 超级闪充开启 启动UFCS融合快充 真实功率可以跑到35W左右 这个功率也是很不错的了 我们来看一下3C手机 能不能启动快充2.0 可以显示超快充电2.0 显示的是PTE 3.0的28W 我这个有30%的电量 所以说它的高功率阶段的话 已经过了 手机在低电量的时候 它的功率会达到 20多W的样子 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 这个充电宝的 能量转换效率的情况 我们不看它的最高转换效率 也不看它的最低转换效率 我们用5次充方电循环 来测试它的平均效率 这个数据 对一个充电宝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充电我们就用 库来科自家的 10号Ultra充电器 采集仪表 还是自祥的仪表 这个库来科10号电灯层Fusion 它的5次充方电循环数据 全部都出来了 分的5个功率档位 来进行放电的 60瓦 45瓦 36瓦 27瓦 和最后一个5V3A 5次放电 全部都是一次性放完的 没有任何停顿 首先来说它的温度 放电的时候 咱们测了一下 60瓦功率的时候 正面的最高温度是 47.9摄氏度 背面的温度为 41.9摄氏度 充电的时候 它的温度就低很多了 正面的温度只有38摄氏度 背面温度也是38摄氏度 自充的话 它的功率只有40多瓦 按照我们实际5次充方电的数据 得到它的实测的 5次平均转换效率 是79.8% 充电帽本身的 额定容量是 32.2瓦时 按照这个数值 我们来换算 5次平均下来 它的实测转换效率为 82.4% 充电帽本身的额定容量是 5150毫安 我们最后一次 5V3A放电 一共放出真实容量是 5409毫安 多放出 359毫安时 这是库奈科一贯一来 它都是 有多的 还有就是 关于这个充电帽的自充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自充曲线 为什么它整体的温度 只有38摄氏度 最高功率是 43点几瓦 也就是44瓦的功率 充到11分钟左右的时候 它就会降功率 降到15瓦左右功率 充个七八分钟 温度降下来了 它又会涨到 44瓦左右的功率 充电 这种反复调整 自充功率的情况 就是一直在维持 这个充电帽 表面温度不会很高 这种就是很明显的 为了手感的体验 而降低了 自充的充电速度 完整的自充时间 一小时二十多分钟 就可以把它充满 这个速度其实 也还算是可以的了 这就是这个充电帽的 自充情况 我们先对它进行 充电帽模式放电测试 Triple模式已经关闭 因为咱们这个实际放电 我是给苹果16plus充电 苹果手机的话 功率不高 就没有必要开启这个模式 目前这个16plus 只有15%的电量 这部16plus 已经100个电了 我们先来看充电曲线图 这是一个完整的充电曲线图 从15%的电 充到100%的电 一共花了一小时50分钟 我们再看 从15%到80%的充电曲线 这个曲线图 非常的标准 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28瓦的功率 持续了9分钟时间 第二个阶段 45瓦的功率 持续了9分钟时间 这个期间 有一个尖峰功率 直逼30多瓦 32瓦 第三个阶段 45瓦的功率 持续了7分钟 最后就是9瓦的功率 持续了5分钟时间 这个过程的话 只花了45分钟 这个时间也是很标准的 充满这部16plus 充电宝还剩21%的电量 像这样的充电效果 是非常不错的 这部手机是蓝厂的iQOO NEO10 充电宝模式下 能不能把这部手机给它充满 因为这个电池是6100毫安的 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还有6% 我们直接充电采集数据 这部10NEO已经充到100个电了 我们来看充电曲线图 这个曲线图前面48分钟 为16到18V的PBS电压充电档位 前面14分钟平均功率在45瓦 后面14分钟平均功率在42瓦 然后充到90%的时候 电压就降到PBS9V的电压 后面的功率就是26瓦开始 逐渐的下降直到充满电 这部iQOO NEO10从6%的电充到100的电 一共花了41分钟时间 这个充电速度应该是很快的了 大家说对不对啊 充满这部手机充电某还剩7%的电量 这个充电某给一个6100毫安的手机 直接一次性充满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10号电能充 Fusion这个单词的含义就是融合 它把适配器和充电某融合在一起 二合一对外充电的模式 我们现在就是具体来采集一下 这种模式下的充电数据 首先是红米K70自尊版 我们这一次充电的话 就开启充电宝的Trevor模式 这部手机目前还有1%的电量 我们直接充电采集数据 这部K70自尊版已经100个电了 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最高的尖峰功率 刚开始的时候直接充到99瓦的功率 后面就是降到88瓦左右的功率 一共充了大概4分钟时间 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 在第9分钟的时候 有一个功率调整 后面16分钟 平均功率大概是40亿瓦的功率 一直在充电 这个手机从1%的电 充到100的电 一共只用了28分钟时间 这个充电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这样充电的话 二合一的模式 充电某的电量 还是损耗了20%的电量 证明这个充电某和适配器 两个是同时在出力的 适配器模式 充电口没有输出的时候 它就会给充电某补电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荣耀的100瓦PBS 它的充电效果 目前这个荣耀200 这个手机还有18%的电量 我们充电采集数据 电已经充到100了 我们来看充电曲线图 最高的尖峰功率 充到72瓦 然后马上就下降下来了 后面平均功率大概是54瓦左右的功率 一共持续了4分多钟时间 然后调整功率 变成42瓦的功率 充了大概3分钟左右 从第9分钟开始到23分钟的时候 平均功率为32瓦左右 后面就逐渐的下降功率 直到充满电 这个手机从18%的电 充到100%的电 只花了34分钟时间 充电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这就是这个充电宝 复选模式 融合模式 它的充电效果 这个10号Fusion 它的单双口同时使用的时候 放电的情况 充电宝模式和融合模式 我们分别单独的测试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是充电宝模式的情况下 C1口单独可以输出65瓦 正式功率62瓦 C2口的功率同样的 也是65瓦 然后就是两个充电口同时使用 大家看一下 没有锻炼 仪表的屏幕没有吸 就会变成一个14瓦的功率输出 一个39瓦的功率输出 然后现在就是融合模式 单口输出有100瓦的功率 C2口也是一样的 单口输出也是100瓦 双口输出立马调整功率 仪表没有熄灭 变成65瓦加40瓦 总功率也是100瓦 我们随便拔掉一个 也没有熄灭表 然后C2口直接变成了PD100瓦 而且速度非常快 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 这个充电宝的文波情况 充电宝模式和适配器模式 咱们是分开测 15瓦文波 最高的时候23.96 也就是24毫浮 平均文波17.9毫浮左右 27瓦文波 最高的时候27.8毫浮 平均文波18.9毫浮左右 36瓦文波 最高的时候26.5毫浮 平均文波21.7毫浮左右 45瓦文波 最高的时候38.1毫浮 平均文波29.9毫浮左右 65瓦文波 最高的时候48.1毫浮 平均文波41.6毫浮左右 C2口文波 45瓦功率 最高的时候22.8毫浮 平均文波17.8毫浮左右 27瓦文波 最高的时候25.2毫浮 平均文波49.2毫浮左右 36瓦文波 最高的时候26.9毫浮 平均文波21.2毫浮左右 45瓦文波 最高的时候34.6毫浮 平均文波29.3毫浮左右 65瓦文波 最高的时候50.5毫浮 平均文波40.4毫浮左右 浮现模式 用这个负载仪 直接是拉不出来 它的最高功率的 我们用库代科的 15毫充电宝来进行拉债 这个时候的文波情况 可以看到是 101.5毫浮 平均文波96.7毫浮 而且这个波形 非常的平稳 没有任何的波动 C2口的100瓦输出文波情况 为100.4毫浮 平均文波96.2毫浮左右 文波也是非常的平稳 没有任何的波动 这个库代科 10毫超级电能充 Fusion 整能测试下来 它虽然名字里写着二合一 但和传统那种 充电器加充电宝 拼在一起的逻辑 完全是不同的 这就是典型的库代科风格 别人家的二合一是 是1加1等于1 说到也就是 一种模式切换的方式 而库代科的是功率融合 也就是所谓的 1加1等于2的结构 在Fusion模式下 适配器和电池 共同参与输出 把AC与DC两路功率合并 实测单口可以输出100瓦 双口65加40瓦 还有就是它的文波表现 依然是库代科的传统强项 充电宝模式下 50毫浮以内 复显模式 100瓦最高功率的时候 也就是100毫浮左右 这个水平 已经和桌面级的高端电源接近 至于充电宝效率部分 我只能说合格 但谈不上经验 5次循环平均79.8% 安装额定的能量值换算 82.4% 温控同样到位 60瓦放电的时候 正面47.9摄氏度 背面41.9摄氏度 自冲的时候 自身的温度只有38摄氏度 说明这个内部的散热通路 和内部结构 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全程5次放电 稳态 不降档 不需标 不灌水 稳 规矩 靠谱 实测容量5409毫安时 比官方标的5150毫安时 略高 说明电信的匹配度 还是不错的 也印证了 它不是为了数字好看 而牺牲真实的容量 协议兼容方面 依然是库莱克的强项 正式给出的诚意 更加的足 华为的SCP PBS 融合快充协议 都可以自行 在系统菜单里面 进行开关 这种把控制权 交回消费者手里的思路 非常的少见 总体来看 库莱克10号超级电灵充 Fusion 确实是把1加1 做成了等于2 它不是一个折中的方案 而是一种新的电源结构常识 在便携 兼容 性能 三点之间 它几乎没有明显的短板 至于内部是怎样实现 AC加DC混合功能 主控芯片是谁 整套的功率调度 是怎么分流的 这些打案 下期猜解片 给大家一一的讲解 测试为了了解 猜测试为真相 认真车菜客观输出 我是李火车灾 非常感谢各位老铁们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由你们的陪伴 陪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拆解片再见